在以回教為主的馬來西亞 巴比是比三字經還要難聽的髒話 也讓整部電影敏感到 在全世界只有台灣能上映 所以我們沒有申請 我們就偷拍了 花多久 10天而已 只是我有拍了一個影片 是全裸的 然後就說 你看我沒事 然後回鍋 一過海關 一看到是我 就靠起來 一場大規模校園暴力事件 造成學生墜樓死亡 背後隱含種族和性別歧視 還有官官相互的諷刺 這是鬼才導演黃明志 知道的第五部電影 以20年前在馬來西亞 發生的真實校園動歐為題材 入圍2020金馬獎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劇名巴比是馬來話 豬的意思 在以回教為主的馬來西亞 巴比是比三字經 還要難聽的髒話 也讓整部電影敏感到 在全世界只有台灣能上映 那這個事件也被掩蓋了 就是也沒有 也沒什麼人知道這些事情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新聞是不能報的 就是他們那時候比較阿爸 就是把新聞封鎖 然後那個校方 然後跟警方 然後都把事情蓋掉了 這部電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 就要在馬來西亞上了 因為是不可能上的 連拍都不可能拍的 其實我們是偷拍的 我們沒有申請過的 一般上拍電影要申請準證嘛 這部戲如果拿去申請的話 可能搞不好就被教去問話 然後禁止拍攝了 那根本就拍不成了 所以我們沒有申請 我們就偷拍了 花多久時間拍 10天而已 你花時間得花成本 然後這部電影 根本就沒辦法上戲院 那你花再多錢拍也賺不回來 那我要跟投資人交代嘛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把它趕快拍出來這樣子 我現在要你發誓 從此以後不要吃哪些人嗎 嘿 你發誓了嗎 2011年 弘明志的第一部指導電影 就打破馬來西亞華文電影票房紀錄 被稱作鬼才 因為他不只能編 能倒 能演 還會寫詞作曲 映歌雙七 我對影像是蠻有敏感的 所以包括我的作品 裡面聽到的很多歌曲 都是因為頭腦 我先想到的影像 我才去創作的 我說我的歌曲 有時候你會聽到搞笑的 很輕快的 那有時候又小清新 然後突然就又Rap 然後突然就又彰化這樣 一批判 然後感覺是好像很多個歌手 結合在我身上這樣 可是為什麼會那麼多原話 其實是影像導致 因為我本身 我頭腦裡面想的都是劇情 然後我才寫一首歌來配合它 就感覺像電影配樂一樣 2013年加搭中文和泰文的泰國情歌 讓台灣人開始認識黃明志 模仿泰式唱腔和搞笑的MV 一上傳網路 點閱率就突破千萬 隔年他首次入圍金曲獎 成了網紅第一人 跟三度角逐歌望寶座 那時候因為我的電影 後製都是在泰國做的 我的調色跟我的聲音 因為電影要 這些東西是要花很長時間做的 所以我常常在泰國做的時候 我就常在車上去聽到那個計程車 他們都會播泰國歌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的發音很好玩 有一點像中文又不像中文 有一點像閩南話 有時候又像廣東話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 他是在搞笑還是在開玩笑 我就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我就把它寫成中文 我之前是背包客 我跑了很多國家到處旅行 對於很多背包客來說 他們很喜歡拍照 以前喜歡寫日記 那對我來說是創作 把它寫成歌曲 所以你沒有看到很多很奇葩的 那些語音啊 或者是語言的一些遊戲在那邊 或者一些文字的遊戲在那邊 或者一些曲調 或者是樂器我都會融合在 各國的樂器我都會融合在我的作品裡面 從學生時期開始 MP3裡面就裝進了千首各國流行歌曲 而且只聽主打歌 為的是要訓練自己寫出受歡迎的曲目 和王力宏合作的《挑向北方》 就是他的經典之一 YouTube點閱率破億的速度 近次於周杰倫的告白氣球 也讓黃明志大開知名度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辦法跟他一起錄音 他是在飯店裡面錄 他那時候在感戲 他不知道在拍哪一部電影 他在飯店裡面用飯店的隔音啊 或者是電視的那個來錄的 然後他錄了之後明明已經錄好了嘛 然後有些東西我會聽聽聽 我記得還不錯 那可是他有些地方他就說 那個零點零幾秒的半秒那邊他要改 一個一句話的半句的歌詞 呼吸喚氣的部分 他就寄過來再補那一句 可能是為了一個字而已 像這種東西就是要精雕細琢 來把一首歌雕出來 其實我也想這樣 其實有時候我怕得罪人 所以我不敢這樣 可是自從經過他這樣的洗禮過 我就對跟我合作人 我就不再客氣了 那你就直接這樣嗎 就是一字一句 就要做到就是要做到 包括拍戲也是 而且周星馳也有講過嘛 就是他跟他拍戲很痛苦 那我也明白為什麼 因為他說 某一個地方你要改 就是硬要做到那一點 好一點點 這邊好一點點 這邊再改一點點 那加起來就很多點 那整部戲呢 就會比別人的戲好一點點 就那麼一點點就好 可是那一點點 是要很多一點點加起來的 非常開心 今年再度收邀 擔任了台北年度觀光大使 剛好在台北某個街道 剛好的路線 剛剛好的時間 歌邦邀約開始找上門 黃明志還替台北跟高雄觀光 以及2020東京奧運寫主題曲 甚至AB女優都能成為MV主角 除了商業 她也公益 為外籍移工和流浪狗發聲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她的創作動機 和911合作的歌曲 因為部分MV在清真寺取景 被認為侮辱伊斯蘭教 遭到馬國警方逮捕 今天下午在有伊斯蘭非政府組織 到槟城百大年錄警局保安 他們要求我們 要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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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灣 那時候在宣傳我的專輯 然後我已經知道被通緝了 然後他們很多人叫我不要回去 我就說沒關係 因為我畢竟要回去嘛 遲早也是要回去嘛 然後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只是我有拍了一個影片 就是全裸的 然後就說 你看我沒事啊 我沒有受傷 我沒有自殺的傾向 那我才回國這樣子 然後回國一過海關 一看到是我 就靠起來 然後從此以後我就黑名單了嘛 那現在入境出境都要被檢查一次這樣 然後會問一些問題 就講說誰邀請 你去那邊幹嘛這樣 然後只要回來這樣 就是反正例行公司的問題 就都一定要問 不會說要打開你的心理箱去檢查 有時候會喔 有時候要看人 所以我都要提早 一般上的人 你們都提早兩個小時到機場 我是三個半小時 三個小時 最晚 因為如果這樣檢查的話 飛機肯定飛掉 有時候是我純粹創作 我沒有想到原來這樣做會有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我出事情是我真的沒想到 我也不是有時候不是刻意要去挑戰 說如果那個法律是這樣我還去做 其實也沒有 我是覺得這樣講沒錯啊 只是他們就是覺得我有問題 他們都抓我去問話這樣子 所以已經被抓了八十多次了 第一次的時候是要戴手銬 後來就認識了就不用戴手銬 就算上了社會版面 也懂得利用社群力量 大學時期因為改編馬來西亞國歌 諷刺警方貪污公務員怠慢引發爭議 一度有謠言說他會被取消國籍 嚇得黃明志不敢搭飛機 從越南柬埔寨泰國 花了三十多天走陸路 繞回國 還不忘把旅程拍成紀錄片 替自己發聲 那時候我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國歌 或者國旗保護法令這些 我都不知道嘛 我只是個學生 那我覺得好玩 我做音樂 我就拿來改編 我拿來remix 然後加rap 那對我來說是創作 我是一個音樂人 我也不是真實人物 我也不是律師嘛 對啊 然後後來就惹事了 我才知道原來有這個 我才去研究說 原來有這條法規這樣子 他們就說我這個是叛國的行為 可是我內容要表達的是愛國的 就因為那時候我的創作還沒那麼成熟 包括影像跟音樂都是 所以我要表達的東西很容易就被人家扭曲 你有想過要稍微收斂一點嗎 應該說不是收斂 是換個方式表達 因為我 可能我們創作的 包括我的音樂作品也好 影像的作品也好 我做了那麼多 至少也會進步嘛 也會成熟一點 那我東西要表達 我還是該表達 我還是會去表達 只是我會換一個方式 應該說比較清楚 交代說這樣是這樣子 我其實如果你說我兇 我也沒有很兇 我只是一個創作人 只是因為我有一個YouTube平台 然後很多人在看 所以我可以比較 我講的東西至少有被傳播出去這樣子 所以你說我幹狗得很兇 其實也沒有 我都是用比較酸 比較歪的方式來幹狗這樣子 只要是心裡認為對的事情 就會堅持到底 這是屬於金牛座黃明志的執著 用他百無禁忌 融合詭諧與諷刺的方式 持續創作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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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